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地突发新闻报道 我是Water 在正式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帮忙订阅、分享 和建设性留言 让我这个频道可以做得更加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在上个月的29日 元朗就发生了一宗 老谋的案件 受害人 就是一名70岁 姓陈的利景楼 法团的委员 根据新闻的报道 受害人 生前就因为大厦 地下那间面店 夜晚就经常制造噪音 继续就和老板交涉 最后就惨遭卖空尋仇 警方在早前就拘捕了七男一女 涉嫌老谋 而其中的一位被捕人士 就疑似是想中个位 嘉丽园潮州粉面餐厅 姓許的老板 在4月30日 网上就盛传 这间嘉丽园潮州粉面餐厅 就是最后一日营业 虽然我人就不在香港 但是我就叫了朋友 亲身去到现场验证 发现这间餐厅 就已经拘捕了大闸 根据附近店铺的职员透露 这间潮州粉面店 平时即使过了营业时间 都很少有山门的情况出现 现场也都没有传闻所说 制造牛丸所引致的噪音发出 相信它就已经正式结业 终结47年的历史 楼上的居民 足以就可以有教好分 这间店的结业 大家都应该觉得没什么所谓 是不是 又不是有什么爆章泥尿牛丸吃 吃了一杯考试一百分就算了 麻烦观众踊跃留言 一有新消息再同大家报道 多谢大家的给面 喜欢订阅分享 是这样再见